HELLO 你好 我是劉奶爸 上一集我們提到各種如何在網上蒐集潛在客戶名單的方法 這一集我們來談談如何自駕網站創造多元收入的方法 這個頻道主要在研究如何透過網站賺錢知識變現的方法 只要看越多集就能累積越多被動收入的能力 因為網站就是24小時的業務員 永不休息的在網路上幫你開發新客戶 如果自駕六種不同用途的網站創造多元收入的方法 我在皮革幫申請了一個免費的部落格 這樣算是自駕網站嗎? 那我如果用Wix或Webli價站算不算是自駕網站呢? 也不算 那我如果去買Shopify、Shopeline、91APP來價站這樣算不算? 還是不算 為什麼?那到底什麼樣才叫做自駕網站? 因為你剛說的那些平台都是註冊一個帳號就能馬上使用的平台 都是別人已經做好的網站 功能單一化 沒有辦法去擴充自己想要的功能 重點是 退租之後 網站內容是帶不走的 不能自行搬家的網站 嚴格來說都不算自駕網站 在這裡我們定義自己的自駕網站 是自己架設的主機 或者是租用雲端的主機空間 然後把自己的網站程式上傳 這樣才算是真正的自駕網站 可是我又不會寫程式要怎麼樣自駕網站呢? 我也不會寫程式啊 但我們可以借利使利 拿別人寫的程式來用就可以了 譬如說Wordpress就是免費可以下載的網站程式啊 可是這樣不是很麻煩嗎? 對你有什麼好處啊? 最大好處啊 就是自由度很大 彈性很大 要什麼功能都可以自己決定 重點是呢 這個網站是百分之百屬於自己的 我隨時可以搬家帶著網站資料 遊走於各種不同的主機 因為這不是租用別的網站程式 只需要租用網站空間就可以了 問題是自己不會寫程式 為什麼你說要什麼功能就可以自己決定呢? 因為Wordpress是全球市占率最高的駕站軟體 所以有很多的軟體開發商 秀到了這個龐大的商機 就針對Wordpress開發出許多的外掛功能 當這些外掛功能越來越完整之後 又帶動了更多不會寫程式的人 來使用Wordpress 於是在這種循環之下 Wordpress就變成了全球市占率最高的駕站軟體了 當你想要什麼功能 只要去Wordpress的外掛區搜尋一下關鍵字 通常都能夠找到許多相關功能的軟體 你可以舉幾個例子嗎? 有哪些常用的外掛軟體? 譬如你剛剛提到的幾個付費的電商平台 在Wordpress最多人使用的就是Wordcommerce 這個免費的外掛軟體 又譬如說線上開課的功能 或者是電子報發送的功能 或是聯盟行銷的功能 或者是會員的登錄功能 或者是我們上次提到的影片加浮水印的功能 甚至是我們常看到一些倒數計時器的功能 或是線上預約的功能 都有相關的外掛軟體喔 這麼好 可是這些外掛軟體都免費嗎? 不一定喔 在Wordpress的世界裡面 外掛軟體大部分都會提供免費的試用期 或者是基本功能免費 但是進階功能付費 有時候呢 免費功能就能夠滿足我的需求了 那我就不會去付費購買進階功能了 如果我想要完整的功能的話 那我就會去付費購買 難怪你說自價網站彈性很大 原來你就是用Wordpress 沒錯 如果你跟我一樣很想利用網站賺錢 可是又不會寫程式 那就來學習Wordpress的價賺吧 可是我工作很忙耶 我不想再花時間學Wordpress 可不可以直接請人代價網站啊? 可以啊 現在很多個人創業或公司 都有提供這樣的服務 像我們公司主要也是提供這樣的服務 那你說的六種利用網站賺錢的方法 又是怎麼樣做的呢? 好,我們先來說第一種 你有聽過聯盟行銷賺錢吧? 有啊,常聽到啊 就是把廠商的商品連結 放到自己的網站裡面就可以了對吧? 可是這不一定要自價網站吧? 沒錯 但是自價網站才能夠把SEO的效果 累積在自己的網站上啊 我們之前影片不是有說過嗎? 對齁 而且自價網站你可以去購買外掛軟體 把許多商品自動匯入自己的網站 譬如說你要賣Amazon的聯盟行銷商品 那你就可以把這種外掛 裝在你自己的網站上 然後把Amazon的大量商品 全部匯入到你自己的Wordpress的網站 這個以後我們有機會再說 先跟各位賣個關子吧 那第二種呢?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WooCommerce外掛 這個購物車的軟體啊 可以做到類似你剛剛說的 電商平台的功能 去串接免費的金流外掛 就能夠在網站上銷售你自己的產品 讓客戶線上刷卡消費囉 這樣也完全免費嗎? 軟體的部分是免費沒錯 但是你要支出刷卡的手續費給金流公司 一般大部分是在2.8%左右 還有就是租用主機空間的費用 這個費用也不會太貴 哇感覺很棒耶 那趕快說說第三種吧 第三種呢就是銷售線上課程 Wordpress有許多線上課程的外掛軟體 如果你跟我一樣 很討厭實體商品 要處理這些東西寄送啊 退換貨啊 囤貨啊等等這些物流的問題 那就很適合去架設一個線上課程的網站 把你的知識錄成的影片 放在網站上去銷售就好了 完全超低成本 但是又超高利潤的創業方式 可是錄製影片教學好像也不簡單吧 我覺得批貨來賣感覺比較不用花腦筋耶 而且我電腦能力也不是太好 哈哈 每個人習慣不同啊 只要你能夠找到適合自己的賺錢方法 不管是實體的或者是虛擬的產品 Wordpress都可以幫你實現你的夢想 也是啦 那第四種方法呢 第四種呢就是可以銷售下載型的商品 譬如說PDF的電子書啊 或是你設計的軟體啊 或者是你設計好的圖片啊 或是影片啊 或是NP3這種虛擬產品的檔案 當客戶在線上付款之後呢 就會取得一個特殊的下載連結 一般沒有購買的人 是無法透過這個連結下載產品的 非常適合想要銷售下載型商品的創作者 而這個功能呢 也是透過外掛功能就可以實現囉 哇 感覺Wordpress真的是什麼都能賣耶 那你趕快說說第五種方法是什麼吧 第五種呢就是賣文章囉 這和剛才說的賣電子書下載有什麼不一樣啊 現在說的這種方法 也可以說是賣會員資格啦 譬如說 你寫的文章啊 設定某幾篇文章 只開放給會員觀看啊 那一般的訪客呢 就看不到文章的內容 只有那些已經付費的會員才可以看到 所以只要你寫的內容有人想看 那你就能夠賺到錢了 譬如說小說家或是漫畫家 就可以這樣銷售自己的作品了 哇 突然羨慕那些會寫小說和畫漫畫的人耶 真的我也是 能夠天馬行光的創作 真的是一種上帝賜給人的天賦啊 如果可以像金庸啊 尼匡啊 或是JK羅琳啊 這些人呢 寫幾部小說 這一輩子就有賺不完的錢真好啊 哈哈哈哈 畢竟我們都不是天選之人啊 不過人家背後的努力是我們看不見的啦 你可以去維基百科看看 JK羅琳的成長故事 雖然人家哈利波特小說和電影可以這麼賺錢 但是呢 他本人的生命故事其實是很坎坷的喔 所以我們不要去抱怨自己為什麼都不成功 大部分啊 只是因為自己不夠努力而已啦 那你說的第六種方法又是什麼 就是接業配啊 只要你夠專心 部落格內容夠深入 譬如說有許多旅遊部落格 他們的網站啊 不只是聯盟行銷一些訂房平台來賺佣金 也可能接到民宿業者的業配啊 或是相關產品的業配啊 還有像健身網紅啊 也才會接到運動用品或營養補充品的業配啊 最後還可能銷售自己的品牌呢 總之啊 當你的網站開始有了流量 上面所有這些賺錢的方法 全部都可以用在你的網站上喔 發揮各種賺錢的功能 心動了嗎 點擊影片下方連結 開始加一個會賺錢的網站吧 YouTube影片如何知識變現 這系列的影片主要在探討 如何將自己這一生學到的有用知識 透過網路分享來取得收入的方法 這種低成本高報酬的網路創業方式 非常值得喜歡在網上分享知識的朋友 利用網路來經營自己的知識產業 這不是什麼新的商業模式 只是把書店改成了線上商店 把書的靜態內容化成了動態的影片 但是你不要小看這個簡單的商業模式 因為知識本身擁有千變萬化的內容 每個人都有可能製作出與眾不同的知識產品 就算教學的內容相同 譬如說英文 但是每個老師講解的方式就有差異 甚至能創新教學的方法 所以能帶給學生不同的體驗 我們協助客戶架設自己的專屬線上課程網站 並且賣斷網站的所有權 讓你真正的擁有買房 而不是租房的感覺 除了讓你可以任意添加自己想要的功能 更不需要擔心網站搬家後 資料就消失的問題 如果你想要架設在自己的主機 OK 沒關係 你把網站直接打包帶走 您就是網站的主人喔 好這一期我們來抽出 10月11號的影片 一直到今天是 10月17號 因為明天禮拜我們就要發布新影片了 所以我們的 現在這支影片要抽出 從上個禮拜 11號開始到17號 今天17號開始抽獎 這個禮拜之間 有在底下留言的人 好留言的人有9個 所以抽中機會是9分之1 好那我們把這個影片的網址複製起來 然後我們到這個網站來 這邊有一個貼上 貼上然後抽出一個人 抓取留言 好然後這裡 這個抓取留言的過濾條件 就是當連續抽取的時候 排除已經抽中的 我們只抽一次了 所以按這個開始抽獎 開始抽 欸 Jack Jack中了 Jack記得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 給我你的那個聯絡地址 我把咖啡禮盒送給你喔 好謝謝大家